哈喽,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十种卫生超差的隔壁同学 你求学时期一定遇过 你知道每一个初社会的大人呢 总是会特别怀念校园时期的那种学校生活 跟你的身旁的同学啊 你知道就是交际应酬的时候 总是会蹦出很多的笑话 怀念自己的青春跟单纯 当然在就是在校时间呢 你可能有很多的猎奇同学 很多时候就会让你讲说 到底有多脏 到底有多不爱干净 那今天就精选十种 那个卫生习惯超差的隔壁同学 你是否心有七七烟呢 那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一样来分享一间我最近发现的餐厅 它是一样位于中山站 靠近老爷酒店那边的 名字叫做花日盒 Kauji Cafe 这个花呢,非常特别 它不是flower那个花而已哦 它旁边是米饭的米 再加一个花朵的花 就是一样字叫花 日呢,日本的日盒呢 是和式的盒 花日盒 Kauji Cafe 然后它这个花呢 是取自日本干花 即延取调味而成的 那这间餐厅呢 它主打就是提供日式的洋食 早午餐定食 然后还有各式的甜品跟饮品 装潢就非常的日味 然后他们家的早午餐 就是大家去一定会去点他们家的早午餐 他们家的早午餐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的 洋食早午餐 一种就是所谓的 和食早午餐 和食早午餐呢 顾名思义就是比较日式一点 那他们两个都有所谓的主食 那和食早午餐 它的主食就是所谓的饭团 有所谓的海苔饭团跟柴鱼饭团 那有别于洋食早午餐 它的主食是它的鲜奶后吐司 那两个差别是什么呢 他们其实主食 就是他们有分五种主食 你可以自己挑选 有所谓的鸡腿啊 鸡胸啊 猪排啊 鲑鱼啊 还有所谓的 取烤起司汉堡排这样子 就是这五种你可以选一个主食 那你可以选两种 就是搭配 一种是所谓的和食早午餐 就像是所谓的饭团 那他们的另外一个 小的蛋类是所谓的 玉子烧 洋食早午餐 它的蛋呢 是两颗的半熟蛋 差异就在这两个东西而已 而这间餐厅呢 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 是吃他们的洋食早午餐 就是所谓的鲜奶后吐司 它附的果酱呢 就是凤梨果酱 是那种手工果酱 然后会附 巴达 就是奶油给 你可以自己涂抹 那第二次去吃的时候呢 我还有另外点 他们的关于说是肉桂卷 因为我到每次 假如是有附肉桂卷的餐厅 我都会想要吃吃看 他们家的肉桂卷 我觉得厉害在酱料上面 就是它的上面的焦糖酱 跟那个类似cheese的酱料 它两种酱混在一起 但本身它的那个肉桂卷的面体 我是觉得还好 但是没有到让我 就是吃这么多肉桂卷 让我觉得特别惊艳 但它的酱还不错 而且吃下来就是因为 你点定食的话是可以再折底的 那如果你吃定食 它是只有刚刚所说的这些餐 就是有淀粉 然后有沙拉 有主食 然后有一些小菜之外呢 它就是你可以再加价饮料 饮料是折60块 然后我看一下它最便宜的 maybe就是像是 冰的美式啊 或是冰红茶 100块 但是折60等于是一杯40块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它的价格大概就是300多块 最贵最贵 也就是不到400块 但是我说的是不加饮料的状况 你点定食的话 而我这一次去除了点了肉桂卷之外 还点了一个蛋糕 叫做红巴勒蛋糕 我必须说红巴勒蛋糕 就让我很失望 非常的干 但红巴勒外面那个cream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可能 放在那个冷藏有点久 所以就是有点干 这个有点可惜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第一次去吃 绝对不要做他们的早餐 他们的早餐 我必须大推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喜欢吃米饭类的话 就吃他们的饭团 那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洋派的 喜欢吃面包吐司跟我一样的话 那就选择他们的洋食早午餐 整体吃下我觉得氛围很不错 一点吃起来的感觉 就是CP只算300多块 但是你吃起来 你不会觉得很像有被亏到 觉得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 我这次去吃是吃了鲑鱼 他们家鲑鱼非常好吃 所以推荐给你 如果你喜欢吃鲑鱼的话 不要错过鲑鱼的就是早午餐 在此真心推荐给你 而且他们家 我上次去过两次 第一次去是没有吃到大排队 第二次去是因为下雨 所以才吃到 那最近这一次去呢 就是因为也是平日去 所以就有位置 在此建议说可以定位 就是你去之前可以先定位 才不用等待 那就是有经过中山站的朋友们 可以去尝尝歇 它是接近老爷酒店附近 相关的资讯我会放到 其实你应该的限度 大家快去按赞起来 快去加入 我会放一些很有趣的影片在那里 不要错过 然后之后24小时之后呢 我会放到实际的精选区 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话 可以去实际点一下就看得到咯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十种那个卫生习惯 很超差的隔壁同学 你一定遇过 第一种就是呢 我跟你说 99.9% 你国小一定遇过这样的人 就是呢 他乐爱挖鼻屎 而且他把鼻屎 黏在桌子底下 桌子底下 满满的都是鼻屎 以前国小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你就一定要搬桌子 你就不要搬到那个底部 你就由下往上搬 搬到那个桌子底部的时候 就发生说 为什么有些颗粒状 那没有感觉就算了 也有感觉你头低下去看 我跟你说 满满的鼻屎 前人 不知道是哪个学长或学姐 maybe就是国小 二三年级 就是年少不懂事 你想想说 为什么会有颗粒状 为什么会凹凸不平 我跟你讲 国小生 不知道是从什么 都开始流行的 就是国小 很喜欢挖鼻屎 黏在那个书桌的底下 那个课堂教室底下 都是鼻屎 这是国小生的专利 那每一个班级 绝对都有这么一位 或许正在听这个Podcast的你 以前就做过这种事 不要不承认 就会默默的挖鼻屎 然后当初别人看到的时候 就狗在那个桌子底下 然后就默默的收集 也心态也不是说收集 甚至就默默的 就做这件事情 久了之后 它就变成是蔓延成一片 那等到你身上 比方说你一二年级 你要升三四年级 就会换桌椅嘛 你就会换到别的班级去 那这桌椅就会留给你的学弟妹 学弟妹班桌椅的时候 就会摸到东西的时候 想说 怎么会有这种惊喜 就是来自学长姐的surprise 这个真的是有够恶心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说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回忆 就是班上的那个桌子底下 满满都是鄙视 而且你旁边有些同学 你就眼看 他就是挖完鼻子 他就往那边一勾 就是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第二种关于说 十个那个卫生习惯超差的 隔壁同学 就是 放了整个寒暑假 忘了带回家洗的便当盒 讲到这一点 你心里想说 对 尤其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现在小朋友好像都是打饭 所以不会有便当盒这件事情 我们的年纪 就是流行所谓的蒸饭箱 你依得就是吃蒸饭箱 从家里带蒸饭箱 带铁那种便当盒去蒸饭 依得不然就是 你就是只能吃学校的那种订便当 就是一般的那种便当店的便当 就是两种 那如果你是吃那种铁盒便当的 就一定 尤其是国小生 一定会有人在那种 寒暑假的最后一天 然后他吃完饭 他就忘了带回家 拿着便当盒就这样遗漏 在那个教室里面 等到开学那一天 就是那种 寒暑假开学那一天 他就会有那种天兵同学说 啊 我的便当盒忘了带回家 这时候 你知道那个便当盒 就宛如个恐怖箱 就是个神话武器 你就是不敢打开 但是你又想打开开一下 你会到底长得怎样 一打开 绝对是发霉 恶臭 臭到又不行 通常爸妈只要是遇到这种便当 直接整个丢掉 不会想要洗它 因为真的太恶心 你们都是霉菌 都是你知道发酵 那这种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莫非定律 哪怕你这一次 记得小讯 你下一次 就是寒暑假最后一天 一定还是会有 身旁一定会有个同学 还是忘记带回家洗 这种真的是屡见不鲜 而这就是第二个 那个卫生习惯超差的同学 就是他 就是寒暑假最后一天 他就说 我忘了带便当回去洗 接下来第三个罐 你说 那个卫生习惯超差的 隔壁同学 就是三 你知道你身边一定有 那种就是他座位旁边 他就会一直不停地喝饮料 然后用饮料罐 竹成一个小城墙 他就会在他的椅子旁边 逐比方说五六瓶这样 排成工整的排着 然后呢 有些可以堆叠的 像那种铝箔包 或是那种汽水罐 他可能就会去冲冲 然后把它堆叠 就变成一个小城堡 而他们呢 就每天都喝饮料 每天都喝同一场拍 每天都喝同个口味 但他喝完呢 他有一天就可能会心血来 可能有一天 他就忘记丢 第二天他反正 诶 怎么不是一样的 他就去放着 第三天觉得是 诶 很像又是一样的 然后他就慢慢觉得说 我很像是可以来一个 排列组合 来一个就是小的护城河 这样子 他就慢慢在他四周 盖起一个小城堡 女生妹一定有这样的同学 就是他会默默的 就是盖起一个城墙 逐格他跟别人 在那个教室里面 感觉他有一个圣域 在那个里面 就是那种结界 这样子 这是第三种 就是卫生习惯不好的朋友 现在第四种 在学校里面一定遇过的 卫生习惯不好的隔壁同学 就是四 他抽屉的身处呢 总是会遗忘那种 吃到一半的早餐 或是过期的零食 我想每一个人 真的都有遇过这样的朋友 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 太多次这样的同学 他就是长得一表人才 或是长得就是那种 白净的女孩儿 那就是他却有天生 却是有尽忘真 他有时候是早餐吃一吃 可能剩下一口 他就忘记 可能老师就来 就不好吃 就赶快把它塞到他抽屉 然后呢 后来就是下午茶 可能发饼干 或是他自己带一些零嘴 吃一吃 可能剩两口 然后就赶快 上课了 然后赶快收进去 但是他就忘记了 他从此 他的那个书桌的那个抽屉 就像黑洞一样 就会把他早餐给吃到不见 就会把他零食给吞没 直到有一天 他就是在收他的课本 就觉得说 怎么塞不进去 怎么义务感 义务感 这样子 他才会讲说 那我低个头来看一下 到底里面卡到什么了 当他低头去看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怎么会有上上礼拜吃的早餐 然后已经发黑 我之前就真的是 眼睁睁看过 我一个女性朋友同学 他就从他的抽屉里面 就是因为卡住 然后他就 因为我们就一直闻到义味 身边的同学就一直闻到说 怎么有臭味 然后从他那 他随便发出来 可是你也不知道 我一直说 可是他就会一直说 大家有没有闻到什么怪物 然后大家就在整理抽屉 那个同学 就是天生 就是比较减光 他的个性就是很天兵天兵 所以大家就想说 你要不要整理一下 你的抽屉 抽屉真的很乱 然后说 好了好了 他就你知道 心不甘情不愿 就开始整理 就从他的抽屉里面 捞出一根 整根发黑的香蕉 一拿出来 还有果蝇 在乱窜 就是这么的恶心 他上一秒放一天去 他下一秒就忘记了 他的肌壁就宛如鲸鱼一般 就是得等到有一天 就是恶臭蔓延出来 或是 就是招了一些苍蝇啊 阿张啊 他才会轻觉说 原来他的抽屉里面 有些放得过期的零食 或者早餐 或者一些水果 而这就是第四种 就你隔壁同学 一定有那种 就是抽屉深处 有一堆过期食物 跟零嘴的朋友 接下第五个 关于说 你身边一定有那个 卫生习惯超差的同学 就是五 睡觉 睡到流口水 流口水就算了 大家或多或少会 可是他流口水呢 他就一路的流到 他的桌上 再一路的流到地上 一定有这样的同学 而且男生居多 女生偶尔也会有一两个 就是他们睡觉 就是天生 睡得很沉 睡得很熟 但是他们嘴会开开的 加上你到睡 他就趴睡 所以他口水 就会压到他的那个腮帆子 就会刺激口水分泌 他的口水 就像一条小溪 就是从他的那个嘴边 那个尖角 流到他的桌面 流到桌面之后呢 再慢慢地 那小溪会急 就是支流会急到主干线 主干线 就慢慢地流 流到地上 就是沿着那个桌边 这样滴滴滴下去 有时候你就是醒过来 就眼看着这一切发生 你就觉得说 这就是一个discovery的 溪流生态日记 然后就一个纪录片 而且他每一天都这样子搞 他每一天都流 有时候你就不好 去流到那自己的外套 就觉得很拍子 但不会 他就是给他过去 他一醒来之后 就会很惊恐 说怎么会有点小溪 在他的桌上 就是他的口水 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出现 一定会有这样的同学存在 还有第六个关于说 那个卫生习惯超差的 隔壁同学 就是六 真奶 就是喝手药杯 真奶 没有喝完 那索性放着放着 就开始养起水晶宝宝 如果你年纪上轻 你不知道什么是水晶宝宝的话 水晶宝宝就是一种类似 就是你泡在水里面 它就不停地放大 不停地变大 有时候之前 就是小朋友很白痴 就是家里有浴缸 假如说我讲他 知道他到底可以放到多大 就会把他养在家里的浴缸 那就会变得超级暴大 就会觉得他很异性 很恶心 那同理可证 有些人身边那种 不管是国高中的同学 一定有那种 就是以前喜欢喝手药杯 他就喝到 剩下两三口 珍珠剩下大概三四颗 那个奶茶也大概剩下 在几口 这样泡在里面 他可能刚起初 就想说 就留个几口 等一下要喝 就忘记就下课去了 隔天来 不可能再喝那杯饮料 因为可能就已经酸掉 这样 那他就一直没有拿去丢掉 就此 他就觉得说 就激发他的科学 那实验精神 就觉得说 我就来研究一下 这个珍珠如果不丢的话 它到底膨胀 倒可以多大壳 因为一天 你没有丢的话 它就会慢慢的膨胀 慢慢比1.5倍 那大家就开始好奇说 那我如果继续的放 甚至再倒水进去 让它变满一点的话 这个珍珠 到底可以变多大壳 我相信你身边 一定有这样的朋友 就忘了丢饮料 然后默默就养起了 水晶宝宝 看珍珠可以泡到 变多大壳 而这是第六种 隔壁很肮脏的同学 接下来第七 总关于说 那个卫生习惯超差的 隔壁同学呢 就是七 桌上满是一坨坨 用过的卫生纸 号称就是所谓的卫生纸怪 在校时期 大概有偶 大概就是 那为了方便起见 有些人就卫生纸 用量特别的大 他们就干脆买 整包的抽取式卫生纸 那种这样很大的方形的 或甚至他直接买家用型 那种长方形的那种东西 直接整包都放在他的教室的桌上 那就会习惯不停的抽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 就是因为他是天生体质的关系 他就是会有过敏 所以也不能怪他 但是他就是醒完 他不会放个塑胶袋 放到旁边勾着 他就是醒的放在他桌上 那他就是一节课下 就会有三四坨在那里 那有些人呢 是反过 有些女生 她们桌面就会摆个镜子 在随时随时在补妆 或在确认自己的长相 那一边补妆 他们就一边会抽卫生纸 也是会一坨一坨的 亦或是有些人就是天生有洁癖 他就是看到什么东西 或吃东西 他就不停地插嘴巴 但是或是他就一直不停地插东西 所以他桌上也会有很多的 就是卫生纸 总而言之 这类的人 我们都统称他叫卫生纸怪 就是他的桌面上 永远就是会有卫生纸团 无时无刻 Non-style 就是会不停地伸出卫生纸 然后就一坨一坨 那你就是觉得经过 你就不确定 那到底是干净还是脏的吗 也有可能是擦桌子 或什么这些 可是有时候就觉得 那个里面可能有鼻涕 或什么这些 你就会觉得不敢靠近他的桌子 觉得他可能有很多病毒 而这是第七种 卫生习惯 就是会让人家有点质疑的同学 就是桌上会有很多卫生纸团的同学 现在第八 总管理说 那个卫生习惯很差的隔壁同学就是吧 这种 我跟你说 真的是每个人的噩梦 就是体育课上完之后 他会把湿透的那个运动服上衣 直接脱掉 换成自己的T恤 然后把那些衣服呢 挂在床边 或者是挂在冷气的出风口下面 想要把它晾干 这种状况呢 又是顺发在那种露宿 然后裤下的午后 上完体育课之后 可能有些现在教室都有冷气 然后教室之后呢 就立刻想要脱掉那个湿透的T恤 不想让他粘在身体 但就带一件T恤去换 换下来就算了 有些人就很有功德心 就会折着 赶快放进去自己的包包 或者塑胶再收起来 回去再洗 有些人呢 就是可能他等一下就还要继续穿那一件 因为可能等一下去别的课堂上 不能够穿的一般的T恤走出去 所以他还得穿制服 他就会把那件上衣给晾在窗边 或晾在出风口 然后整间教室就会是他的汗味 整间教室就会有那个 那人家很恼怒的那个视觉 就会有爱观整 就整件湿透的衣服 就会粘在那个窗上 你就会想说 有洁癖的人就会说不了这件事情 就是原封不动 把他的汗水上衣挂在电风扇下当锤 那就大家觉得好啊 就是一直欺负他的汗味这样 那希望他的上衣可以赶快晾干 你一定生病有这样的同学 那就是第八点 第九点关于说 就是隔壁那个卫生习惯超差的同学 就是酒 他的桌上呢 永远就是会有一杯饮料 永远就是forever 这样的人呢 跟我之前一样 我以前小时候也是不喜欢喝水 所以我每天就是只喝饮料 不喝水的人 所以呢我们桌上 永远就是会有饮料 但是这类人比较特别是 他的饮料 就是喝一杯喝很久 像我本身就是牛饮 所以我喝完就立刻逛完就丢掉 可是有些人就喜欢 早上买那杯大冰拿 或是红茶 他可以一路喝到第八几克都还没喝完 就是那杯永远都放在哪里 你都没有办法判断说 这杯到底是早上买的 还是前几天放在哪里 一直没有喝完 你根本无从判断 只有他自己会知道 有之后可能自己都忘记 就喝一口说 嗯 操声 我想是前几天的 就是桌上永远都有喝不完的饮料 这也是一个隔壁同学生活习惯很差 会出现的状况 这是第九点 接下来第十点关于说 隔壁那个生活习惯超差 卫生习惯很差的同学呢 就是食 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噩梦 就是下雨天 夏天的时候 你早上赶得去上课突然暴雨 那那天刚好好死不死 可能有体育科 或是你可能就是穿了所有的运动鞋 你不是穿那种可以防泼水或是防水的鞋 就是穿那种你知道 织面的 就是编织材质的 整双鞋子湿透 袜子湿透 不滋不滋不滋的这样 就不滋的一路走到学校去 这时候 大家不可能忍受从早上八点 才刚到学校 你脚就湿了 大家没可能就是这样 泡着这样湿的脚 上到下午第八节课 一定是会把袜子脱下 一定会把鞋子脱掉 此时 这个教室就会充满了 无味杂成的脚味 很多同学因为就是脚湿掉 到校之后就讲说 好 那我就把袜子脱掉 晾在我的鞋子上面 然后就光脚 而且现在很多学生 很喜欢戴拖鞋放在教室 所以这种事情就非常司空见惯 但是当是晴天的时候 大家脚是干爽 大家穿袜子就不会有什么脚味道 但是 下雨之后 那个鞋子已经臭了 然后你袜子就会黏带有那个味道 你脱下如果没有去洗脚 你就是单纯把袜子脱掉 你整只脚依旧还是臭的 所以呢 全班就会知道说 当全部人把鞋子脱掉 脚臭的人就会浮出台面 大家就想说 这是什么死老鼠味道 为什么这么臭 那全班就会知道 那这种状况你也没有办法遏止 你就得要一直闻到第八节课 而这是第十点 就是隔壁那个卫生习惯很差的同学 就是下雨天 把袜子给脱掉 但是他有脚味 但是他不知道 他没有洗脚 好啦 今天就分享十点 绝对让你心有吸气烟 在学校生活一定遇过 卫生习惯很差的隔壁同学 不知道有没有讲中 你心中的那个他呢 那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用Spotify的朋友 或是你是用Apple Podcast的朋友 现在Spotify也可以去按那个评分 就是请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去看哦 那如果你是厂商干店爸爸的话呢 有任何的合作邀约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IG 可以资讯给我跟我联系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